搜救人员远远就看到一辆自小客衰落路边 歪歪斜斜卡在边坡上 空拍往下看自小客衰落地点在嘉义阿里山公路 诚心驾驶疑似开车不慎摔下30公尺边坡下 挡风玻璃全破车体全毁 但离奇的是现场只有一位6岁男童 独坐车上而家长离奇失踪 小男童宋依所幸只是轻伤 但第一时间去跟警察说 当时和爸爸一起脱困 半路遇到亲友 爸爸却突然不见了 结果爸爸在距离车祸 约500公尺处被发现 一经重伤不治 是摔路过程被抛飞摔死 还是真的脱困求救伤亡 大约30到40公尺处 巡获失踪的陈姓民众 欧卡现场家属拒绝宋依 国道1号315.7公里处 上午11点半 砂石车和油罐车互撞 油罐车车头反折 几乎撞烂压扁 驾驶受困安全获救 逃过一劫 凤山一辆水泥车 车头冒火窜出浓烟 在路边狂烧 小港有钻掘机人员 机器顶部碰到高压电线 当场触电灼伤 脸部和手部有11%二度灼伤 离奇意外车摔30米边坡 毒瘤6岁男童在现场 警方要进一步 离清原因 记者高雄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